好,玩具前線很久沒跟大家開箱了 上次開個蝙蝠俠過後 今次就來到Marvel系列了 這個1比12來自Comic Cave的Hook Buster 1比12大家都知道的尺寸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是普通Ironman的話 當加上Hook Buster 又會是多大呢?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箱了,準備 1,2,10 嘩! 嘩!按下去 立即開箱給大家看 這個Hook Buster 我們之前在玩具TV都跟大家簡略地玩過一下 相信大家都對它有一定的期望想法 先轉一個圈給大家看一看 正如上次所說 一些舊化的塗裝是不錯的 對,但是我們今天就不只是說Comic Cave這個牌子 我們直接拿SHF一起和大家 compare 當然不是這隻這麼小的 而是這隻 啊! 放在一起 真的高下立件 因為這隻很明顯是高了一個頭有得的 上色大家都看到SHF系列很統一 就是一隻比較珠紅色的玩法來的 可動是比較高的 譬如可以這樣向前挖也可以 好像大隻佬 啊! 而手掌方面呢 就是做到這些姿勢沒什麼問題的 我自己覺得最吸引的就是頭的可動性 嘩! 這麼高嗎? 對! 頭的可動性 那今天呢 不和大家比較燈的問題 反而和大家真是擾長一周 看看它們的四肢 小小的可動會是怎樣 正面的比較 就會是這樣 這隻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年我訂的時候的入手價 是說的 Official Price 是$2500 那現在文說 這隻Comic Cave 好像最新的Update 是去到$500美金 對!$500美金 違反港幣 大家要看不同的零售供應商 好! 那我們看看側面是怎樣 OK! 側面看得到 其實整體的設計都是差不多 但是氣勢方面 就真的 Comic Cave 的顏色和Size 是不錯的 OK! 看看背部 好! 看完過後 我們回來 就開始 小小比較一下它們的可動 這隻比較熟 剛才都動過了 其實手的可動性都高 因為它裏面這裡 有個 軌跡 對! 可以這樣彎出來的手臂 所以是可以做到 向前捉住人 都沒什麼問題 而Comic Cave 這隻 它轉是傳統機械人的關節位 在那裡 就不能伸出來 在可動上 我想因為它有機關的關係 變相 它內件就不能處理得太多 都是正常傳統超合金那種手臂 只能處理得太多 再看看腳 腳那邊 XHF 我自己覺得可動是高一點的 還有它有連動機關 大家留意一下這一塊 當我們拉的時候 它就有連動的 OK! 接近90度 可以做到 哎唷! 掉了! 好! 我們看看 這邊 Comet Cave OK! Comet Cave 當我們屈膜的時候 大腿的關節 就比較少一點 你都看得到 它可能有一層甲 包住了裡面的關係 不多的 膝頭的關節 的幅度 都不算很大 即是你說去到90度 就不穩一點 我想六七十度左右 有每一部分可以拉一拉出來 我不要記得 想少一點 手就有 腳就不記得 大腿和腳差可以拉 不好意思 說不可以 好像沒有 這個 對 腳差位就來拉一球 對 只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 它有一點是比較 不是啊! 原來拉出了少少少 輕微拉出了少少 再給大家看一次 一二三 拉 對 輕微拉出了少少 你看到那些 喉管 它內床不算 內床得特別漂亮 OK 但是它拉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可動高一點點 還有 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腳趾位 是有個彈弓在這裡 爪地性 感覺上是比較強一點的 感覺上是吧! 事實是吧! 我就不知道 OK 這裡有伸縮的設計 好 那我們又看看 手 手呢 剛才有伸縮這個設計 腳有伸縮的設計 手原來都有 對 大家可以看得到 嘩! 不新的話 可動就低一點 新的話 就高一點點了 但都去不到90度 我想 轉完之後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它最盡 最盡的轉法 應該大約有 六七十度 我估計 我估計 對呀! 七十度 對呀! 七十度 好! 而手掌又如何呢? 手掌 手掌這塊甲可以伸出來 對呀! 那呢? 但可能就是因為它這塊 甲的關係 就是 哎呀! 這裡呢都可以再動 對呀! 可以再多一級 那變上它這一塊 可以 退出來 有點緊 哇! 無法退出來了 究竟怎麼退呢? 拋開 小心 很膩的 嘩! 拋不到了 理論上它這一塊 可以屈下來的 我們先試試看 試試看 看看行不行 發現很緊 可以了 可以了 對呀! 謝謝 對呀!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它呢 手指就可以變成這樣 有拳頭模式 我做了三層 而SHF呢 就只有兩層 它就沒有了 沒有了上面這一節 還有沒有了新出來的部分 但是 SHF的動作 就高很多 你完全感覺到 可以做到 揮拳的動作 對呀! 可惜 Comet Cave 的可動作 真是低一節 已經伸長了 也大約是這樣 好! 轉到這邊了 給大家看看 它的手掌 SHF 我自己最喜歡 它做到一點 就是可以做回 Iron Man 最招牌的 這個 這裡很高 對呀! 可以 以可動為計 我覺得 SHF是 既勝一籌 但是造型來說 Comet Cave 是比較好 頭部都可以輕微轉動 不過幅度很少 對呀! 很輕微 OK! 我們看看 它的手 又可不可以 打開它 伸出來 是沒有 那一節的關節 所以 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這個動作 好的 它可以 就變成 沒有辦法了 它手是不能 轉 它可以向內 但是不能向外 我想 和它這一塊 的 機械 機關又關,都可以的,不過就少一點 對了,這裡就盡了 就是掌的位置是頂住的位置 掌心,SHF就真的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可以拔出來的手掌,看看能不能做到這個可能性 它是可以扭到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到 你就可能要自己轉角度 要這樣才行 它要令連環拳令側,即是這一部分 它是直接拔出來的時候,因為它正方形 你就可以轉了角度 哦,越玩越多東西的快速 這樣就可以了 純粹開燈就可以了 開到是不是? 對,開到,很容易開 那整個玩法就是這樣 而腰部呢,上次也和大家看過 腰部呢,這個呢,的幅度呢 我們站直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不算很大,但是也有小量 而SHF呢,腰部的幅度呢 應該就差不多 對,差不多 對,但是前後呢,SHF就做得好些 對,Comet Cave就沒有小量 都是小量 然後再看吧 而最重要的賣點就是這個動作 Comet Cave 先吸好它 1,2,3 嘩 嘟嘟 那... 應該沒有 對,SHF這個就沒有了 只有Comet Cave有的 但是那個... 取捨就是頭 可以轉轉轉轉都沒有問題的 很誇張的 對,身長縮短 這個就是蟹 對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左右都可以的 所以可以繞圈的 對 對 那腳掌就沒有什麼特別 大家都不太動得了 腳掌 對 可以退出來的 可以再退一格 好,給大家看完 這個呢 還可以向後退的 嘩,原來這塊都可以揭起 有什麼用呢? 揭起了 腳掌的角度 摸一下 給大家看 對 對 揭起它 好,如果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隨便問 隨便可以問 對 唉唉 對了 這個推起了 就是把這個腳掌 就可以做到 它前觸著地了 就是有這個動作可以做到 對 就是做到前觸著地的效果了 對 就是做到前觸著地的效果了 對 因為它這裏呢 扣了下來 一向前推就會凹住了 咦,不是啊 都可以啊 咦,原來都可以啊 嘩 它亂玩越多了 新發現 對 對 有什麼小機關啊 這個 所以要看一下 是說明書有的 但這裏呢 就沒有什麼了 幅度也是很小的 足夠應付 對,腳板 真的 腳板的部分 我想想做好的爪地性 擺姿勢方面好一點 肩膀甲呢 大家都是 應該差不多的處理 對 都是 大概這樣可以打開的 OK 那 價錢方面呢 真是 當年進入呢 這裏是2500的 現在 都回落了一排的了 相信 嗯 市場上都看不到 都少啊 應該 不是一個人 街上就應該真的少 但是 手方面呢 我就真的覺得 Bandai是 不錯 對,很誇張 你看 排雲長 哇 就是關節他們 真的不穩定 是啊 但是造型方面 特別舊化方面 就是 Comic Cave有的 對 就是 差 可動 就看看大家怎麼玩了 現在這個會場會 有的買 香港動漫電會場會 重新開第一次的 那 應該是 價錢大概是 三千元 不過貼著三千的 那 詳情大家留意 對 相關的 網站 啊 Facebook 啊 стр SHF 是製作到 收支 磕 是原本採摸 是沒有難度的 那拿着 SHF的 鎖出來對比一下 大家就發現了,Comet Cave 只是庫浪都已經是 Iron Man 這麼高了 但SHF 自己的那個呢? 它就已經到它的肚位了 真的差很多,高度,一尺碼 是啊 不過它們有沒有說比例呢? SHF 那邊沒有說比例 理論上我猜就應該是1比12吧 因為如果論頭,Size 應該差不多 那這邊呢? 開出來試試看 探索的手 它有沒有頭? 沒有,沒有,因為它開不到 這樣呢? 合了體,Size 就像這樣 這個好像是Mk46 這個好像是Mk44 這個是Mk46 47就是有銀色的那個 今天跟大家做了一個很快速的Compare 我想應該是坊間第一條Compare的影片 是啊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正在用的 這個也是一個生產版 來的 是啊 就是未有得買的 T1的版 所以 可能到時大家買到回家的時候 是否完全一樣呢? 我不知道 到時自己看看 好 是否會有一個很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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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決 影影下面也拿到一個 槍開的背景 幸好也不太會 好,讓大家看得到 好,究竟你喜歡哪一隻多一點呢? 今集就跟大家先爆炸一下 下次再有好東西玩,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OK? See you! 拜拜! 我們下次見,我們下次見